忽略一个部分 就是一定要 假设法你已经存过档 你就用另存新档 如果第一次的话是储存档案 然后你用另存新档案 记得这边 蛮重要一点就是说 一定要怎么样 选择那个 它预设是活跃布 底下这边有个存档类型 在下面这边 你记得不要用活跃布 因为这个活跃布 如果你一储存之后的话 它可能会好像会警告你 它说你确定你要继续 是或否 如果你按是的话就完蛋了 为什么你写的VBA全部都消失了 因为这个档案格式里面 不能够存你的VBA 那哪一个档案才可以呢 记得一定要存成 第二个 启用聚集 第二个是启用聚集的活跃布 这个选项 为什么 因为这个档案格式里面 才能够把你的VBA 还有聚集存在 这个Excel档案里面 会跟着Excel档案走 OK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的注意 那 储存之后呢 才会是正确 如果已经存过了 把它取代掉了 那另外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是开启的时候 它好像会在 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吧 会有一个按钮 就是你要不要启用内容 好像有一个按钮吧 那个按钮你一定要按哦 因为如果你这个档案 是那个启用聚集的活跃布的话 那它会有一个启用内容 你启用内容也要把它按下去 如果你没有按下去 它就没有办法让你执行 那个聚集跟VBA 也不能编辑 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可能就是跟你以前的经验 不太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部分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我好像把它从 假设吧 我把它重开一下 开启的话呢 基本上呢 如果上个礼拜的东西 它基本上会问我 那那个 我的档案是放桌面上 范例档 那一样文字函数 所以你会发现呢 在我们那个Excel里 这个资料档里面的话 我把那个档案稍微放大一点 因为看不起 你会发现 本来是这一个 本来是这个档 这个是活跃布 那旁边这边会多一个档 因为我另存新档 那你会发现这个档案 会多一个档案 你要交档案的话 记得交那个 有金探号那一个 金探号那个实际上 就是启用聚集的活跃布 那变成说有两个档案 那原来那个档案 它的副档名叫什么 XLSX OK 那这个档案格式的话 叫XLSM OK 所以其实负档名 不过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启用负档名 所以你现在看不到 不过如果你要启用负档名的话 你可以从那个组合管理吧 我记得好像从 什么资料夹 搜寻选项这边吧 资料夹搜寻选项 里面呢 你可以 如果你要打开负档名的话 检视里面 有检视里面 把它往下拉到底下 有一个预设值是 什么呢 隐藏已知的什么 这个这个档案类型的负档名 预设是打勾啦 那你把这个打勾取消的话 其实它的负档名就会出现了 你把它打勾取消 按个确定 那你会发现 现在的那个负档名就显示了 有没有 它是原来的档案是XLSX 那存档的这个是XLSM OK 特别注意 这个以后执行的话 就要执行这一个 OK 那原来这个等于是旧的资料 这个是新的 我们要 那开的话 直接把它打开 那理论上 当然它上面会有个警告 不过我刚已经开过 它就不会再 因为我已经同意过了 OK 好 那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特别注意 就是存档的地方 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那个上礼拜 我们有入字聚集了 实际上就是 把之前做的这个公式 把它入下来 就是入字聚集还记得吧 有没有要放这边 有没有要再放里面 打个勾 然后向下填满 这样子录制完之后 就是一个什么 这个刮弧字串的聚集 一个清除 清除的话 一样点这边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然后Delete掉 然后你把它录下来 反正我刚刚做的动作 最后的话呢 就是可以执行它 然后清除 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利用那个录制聚集 产生两个按钮 这上礼拜最后做到的吧 应该还有印象吧 以后的话我建议你工作里面 只要 会需要重复做的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 就有必要怎么样 把它 就是录下来 OK 但是呢 录制聚集 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缺点 什么缺点呢 就是呢 比如说我今天好了 假如说我又多增加了两笔 三笔 反正不管 大家如果把最下面这三笔复制好了 假装我又多增加了三笔资料 那理论上增加三笔资料的话 你应该要按一下它 应该也要能够跑到下面 所以我会跑到下面看一下 你会发现它就停在这里了 清除 特别注意 那问题来了 如果以后你录制有没有 那如果假如你这个又增加新资料 然后它就跑到这边停下来了 哇 那就麻烦 那怎么办 你以后如果还要再 怎么办 重录一遍吗 不浪费时间吗 对不对 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个聚集录制 虽然它可以帮你重复 可是它会有一些缺点 就是如果有些不符合 你有些资料更新之后的结果 那它就会产生问题了 那怎么办呢 接下来 我讲过嘛 其实聚集到VBA 其实它就一个阶段性任务 它就帮你录出来 但是问题是 它没有办法百分之一百 符合你实际上的需求的话 那你就有必要什么 去修改它 那你要怎么修改它呢 特别注意哦 一样 它这个你要第一个 你要先知道说 诶 录制的东西放哪里吗 那其实放哪里 当然开发人员 我们的聚集吧 那聚集里面呢 会显示出来 我们录制的东西呢 会是在 呃名称 我用上面的名称啦 也许叫什么 瓜谷自传聚集 那如果说你要去修改它的话 其实旁边会有个编辑啦 其实如果你实在找不到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呢 去找它 编辑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能够编辑修改它的话呢 那大概改哪个地方 它能够符合我的需要呢 把它编辑一下 那你会发现呢 哎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做完的东西啦 不过我是建议哦 一样你尽量的能够在这上面哦 自己加上注解 比如说先单引号开头 单引号开头就是注解 第一件事情的话呢 一游标放B2 所以会录这一行 第二件事的话呢 游标怎么样 哎也许我是 再来是输入公式 哎就是 其实就输入公式打勾 不过我们公式没有把它清掉 所以其实直接打勾就可以了 所以它会产生这样 然后呢 再来就向下填满 那这个上面的注解 你怎么写都可以啦 因为是写给你自己看 比较清楚 但是问题来了 这边的话 如果说你要修改 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城市的话 哎它到底哪边出了错 为什么它不会往下走呢 其实啊 理论上你可以用理解的 用猜的 我想应该可以看得出为什么 这边有个10对不对 哎它为什么只有停到10呢 其实你在城市里面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地方 就一定只会停在10呢 有没有它游标放在上面 输入公式 这应该都不会有影响 最主要是什么呢 selection selection指的是选举区 auto filter是自动向下填满 那向下填满它 有一段叙述就是 你只要帮我填满 从哪里呢 从B2 到B10就可以了 OK 所以哦 假如你要修改城市的话 其实只要改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改哪里呢 把10怎么样 改成13 对不对 OK 好 但是问题来了 你如果把10改13的话呢 那如果将来资料又增加的话 那你不是每天都爱改成4就好了 所以永远改不完 那怎么办呢 基本上呢 你可能就是要让它知道 你最下面的那一列在哪里 前面好像我们有讲过 那个如何追踪 那个最下面一列的叙述吧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 我们上个礼拜好像最后VBA 我们先切到VBA这边来 好 上个礼拜好像也讲到那个VBA 因为我在存档的记录里面有 你会发现哦 如果你用VBA这个来执行的话 假如下面呢 增加了三笔资料的话 那你会发现哦 如果用VBA写的话 它会不会往下追踪呢 向下看一下 你会发现哦 它跑哪里 它就到哪里 有没有 清楚也到哪里 如果再增加呢 其实它还是会继续往下 再往下看会 有没有 它永远如影随形 你会发现哦 VBA办得到 对不对 可是聚集 就会有问题了 聚集的话 就没有办法 不过你说聚集 也没办法跟VBA一样 可以啦 也是可以 只不过就是什么 你要去修改 那修改的话呢 其实就是把这个实怎么样 改一下 改成哦 为什么VBA可以如影随形呢 因为关键就是这一行叙述 二到最下面一列 哪个地方的最下面一列呢 A2的最下面一列 所以哦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哦 搬到聚集里面 其实也可以啦 OK 不过要怎么搬哦 这个恐怕你们可以先试试看好了 哦 如果试不出来 没有关系 我们哦 再来跟各位讲一下啦 不过建议各位一定哦 要自己花一点时间啦 反正第一个一定要打程式 第二个的话呢 要去尝试错误 错误没有关系 写程式会错是必然的啦 但是呢 你要从错误当中找到将来如何去修改出正确的答案哦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哦 把那个上个礼拜呢 我们录制聚集这边哦 有一个比较关键的 聚集它没有办法往下追踪 但是VBA可以 可是问题我用没有办法把VBA这个东西 把它放到这边来 让它也可以自动追踪 如果可以的话 那以后你如果懒得写VBA 你可以录制修改也可以啦 那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其实程式设计哦 它的好处是弹性非常的大 没有标准答案 你怎么写 反正按钮按下去 没有人会理 没有人会管你后面怎么写 反正你功能可以做出来就好 所以呢 没有标准答案 但缺点就是因为没有标准答案 怎么写都可以 但怎么写都可以 变得好像 就变得好像很多种可能性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先把那个上礼拜的部分 我们待会再来看 如果你要修改聚集里面 可以类似像那个VBA里面这样的写法 那要该怎么做 OK 那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上礼拜讲到这个 那另外呢 制定函数待会会讲 制定函数还没讲 所以待会再看这一题 试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度币 者 度币 organ属心 出面 手